抓住一个人的心 必先抓住他的胃 今天看光哥如何搞定赵母娘 不知道珍珠女士 如果看到这期节目 是不是要马上飞到重庆来 请你吃一口 大厨教做菜 又是如何用番茄 做一道甜品的呢 这样温度的油温 慢慢把它炸到金黄色 就不会一下就熟了 里边又没有容荡 十全十美城市新味道 精彩马上开始 手把手教你在家 DIY美食加油 就在每晚21点20分 十全十美 最近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是火遍大江南北 里面泼辣有性格的赵母娘 虚珍珠女士 也是关注度颇高 那么现实生活里 如何才能搞定 虚珍珠这样的赵母娘呢 你说要搞定赵母娘 本来就很难了 还要搞定像 珍珠女士这样的顶级赵母娘 这种任务也只有交给我 这种顶级女婿来解决了 让我猜一下 像珍珠女士这样的赵母娘吃饭 有什么要求呢 首先我觉得环境 必须得高档挑啊 对吧 然后呢 分量还得足 对吧 味道必须得好 最重要的一点 不能花家里面太多钱 所以今天我这个店 就是小光 专门为像珍珠女士 这样的赵母娘 精心挑选的 绝对能满足她的要求 好想现在就赶快 请她吃个饭 请赵母娘吃饭 这首先环境就得有要求 装修要干净敞亮 风格要亲切朴实 今天探访的阿瓦山寨香菜馆 食客们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旁边有一哥们 一边打游戏一边来吃饭 打网这种叫做 对头的 你是第一会儿到那儿吃饭吗 对头 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朋友介绍过来的 他们是哪个人说的 说的的人吗 大部分都是说 那边还可以 新家边那些算起来 一根的外头差不多 分现在嘛 因为是个香菜馆嘛 因为重庆一般香菜馆 还是少 对头 那你觉得它那些味道 那些怎么的 那个还没平常 还没平常啊 刚才 你现在平常还没 可以 可以死 反正你都总忘了 我刚才 刚好正忘 哎呀 让我这种单身狗怎么办 没想到采访时刻 光哥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不过光哥可别灰心 单身没有错 赶紧找找美食 为以后讨好丈母娘做准备吧 请向珍珠女士这样的丈母娘吃饭 有一个点特别重要 你知道是什么吗 大气 所以一来阿瓦山寨 我们就马上直奔他们的包房 而且专门挑那个大份的菜点 你看看这一大桌子菜 不仅分量大 而且看上去一定要豪静 今天还有一项特殊服务 我们会请来一个专业人士 在旁边为我们讲解 我们来有请阿瓦山寨的经理 来你好你好你好 有请有请 你好你好 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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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阿瓦山寨我知道是吃香菜 然后今天我们发现阿瓦山寨有一个特点 就是菜的份量特别大 这个是你们的一贯的宗旨和方针是吧 对 是的是的 我们这里就非常适合于家庭消费 那你比如说像这个鱼头 那正常的鱼头的话 一般做的鱼头的话 它是两指款 鱼头下面的肉是两指款 但是我们选择这个鱼头 要求我们所有的鱼头 鱼头下面是四指款的肉 四指款的肉 所以这个就能够保证 如果是丈母娘来吃的话 能吃到肉 不是光是啃骨头是吧 虽然说鱼头非常鲜美啊 对 据经理介绍 这道巨无霸剁椒鱼头 选用的是重达三斤的花莲鱼头 每天新鲜供应 一份鱼头供五六个客人完全没问题 这个份量可是难得一见呀 有的时候我们会吃到是那种双胶的 但是我们阿瓦山寨 我翻了翻他们菜单 他们是这种基本上都是单胶类型的 是吧 对 我们现在是 这个是属于那个酱香的酱椒 酱椒 对 我们也有那个红色的剁椒 剁椒 哇 你知道这个酱椒 其实也就是我们重新也叫叫泡椒吧 对吧 就是它其实是这种野山椒 然后经过这种泡制和腌制之后 然后剁成碎的 所以这个鱼头一摆上桌 那口水马上就哗哗之有 那个鱼肉真的是已经非常到位了 因为那个泡椒的味道已经完全入味进去了 然后口感非常的立体进去了之后 然后它那个鱼肉呢 虽然说鱼头特别大 但是鱼肉其实很嫩 鱼头很好吃 因为沙片坂附近的鱼头店嘛 然后这个是新开的也比较好吃 而且这个辣椒也不是特别辣 就不是像其他的 外面很辣里面就没有味道了 我是很喜欢吃鱼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 酱椒鱼头同剁椒鱼头一样 是香菜里头的经典名菜 以鱼头的味鲜和酱椒的辣著称 众所周知 鱼头营养高口味好 对降低血脂 是健老及延缓衰老有好处 而降椒更有增加食欲 去除湿热的功效 鱼头吃完呢 我们是尝一下这个 我们的当家菜 当家菜 对 叫阿瓦当家肉 阿瓦当家肉 对 阿瓦当家肉 这个名字不太好发音 阿瓦当家肉 你看上去像红烧肉吧 重庆的红烧肉 对啊 就像是红烧肉 这个跟重庆的红烧肉的味道不一样 你先尝一下 所以它不是红烧肉 它不是红烧肉 但是我觉得这种肉 就应该吃这种肥瘦相间的 对不对 对 好 大家看一下 蘸满这个佐料 哇 这个一口下去 真是太有满足感了 一口一口一口 肥瘦相间的肉在于 就是你进去之后 就有那个软糯的感觉 就是花杂的那个好像绵绵的感觉 但是花杂之后又有口感和那个劲道菜 太好吃了 看上去感觉像是红烧肉 但是它跟我们重庆的红烧肉 包括湖南菜里面其他 比如说什么毛式红烧肉 都还是不一样 除了有红烧肉的香之外 它其实有豆豉的那个香味 对 干豆豉的香味 这个下面它还有 下面还有 就是全部都是用豆豉 相当于把它 干豆豉 哦 干姜蛋 哎呀 我最喜欢吃这个了 因为 干姜蛋 四季上其实也都是我们传统 少都里面的一个 脸座南克水安 乔特嘛 所以我觉得 丈母娘吃这个菜多合适 丈母娘一般都比较喜欢这种 有怀旧口味的 是吧 然后你看这个 装盘又是在土桃碗里面 这太合适了 不知道 珍珠女士 如果看到这期节目 是不是要马上飞到重庆来 请你吃一口 请丈母娘吃饭 必须先试菜 除了头牌剁椒鱼头 当家红烧肉 还有红亮亮的火爆鱿鱼 香菜中的下饭神器小炒肉 这么多香菜美味 丈母娘还不快快到碗里来 今天经过亲自的测评 我发现阿瓦山寨菜的口味 绝对没问题 因为它是 好像有一点 其实是偏家常式的 传统的香菜的味道 对吧 对对 我们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香菜 对对对 而且非常实惠 对 而且里面还有 其实有很多传统的口味 和古法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丈母娘一定是非常合适的 还有一个就是 分量我觉得没问题 还有一个环境 刚刚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这也没有问题 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请丈母娘吃饭 肯定要有面 让它有面 但是不能让我破产 价格 价格 这东西很重要 贵吗 您今天这面有了 您猜一下 您今天这个带多少钱 我猜的话 我看这个七七八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 九个菜 九个菜的话 六百 六百块钱 是不是大家觉得 我有点抠啊 我说出来这个价格 您会吓一跳的 比这个还便宜 三百二十六 多少钱 三百二十六 观众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女婿朋友们 不要八百八十八 不要七百八十八 只要三百二十六 货增价实 明码雕价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鱼头王 这么大两个鱼头 六十八 下面关键是 还特别良心地配了鱼头拌面 和土拨米饭 这要是把这两个主食点上来 估计 是不是四个人吃一拨鱼就行 然后那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肉呢 这个当家肉是四十六 四十六 对 四十六 那这个呢 小炒肉呢 小炒肉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确实便宜 那像这种素菜和这种小甜点的话 基本上十几块钱 对 素菜的话十九 确实良心 这个小甜点就九块钱 九 九块钱 对 确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店是找对了 尤其是为天底下所有的女婿朋友们 谋福利 所以我觉得抓紧时间 周末 别待在家里面吹家里面的空调 费电 对吧 来阿瓦山寨 来阿瓦山寨又能免费吹冷气 又吃得这么好 还便宜 还能赚到丈母娘的欢心 多好的事啊 赶快抓紧时间 今天探店成功 相当成功 阿瓦山寨香菜馆 地址就在沙平坝三峡广场 黄华新纪元六楼 电话 023 6752 9077 喜欢香菜的朋友 还不赶快带上亲娘 丈母娘 一起去品一品香菜的美味 今夏何以解忧 当然唯有夜宵 无夜宵 不夏天 十全十美消暑特别记 带你一网打进 重庆卡卡哥哥的夜宵神言 就在每晚21点20分 十全十美 每天晚上六条之后 真是开启我们重庆日的夜生活 感恩有你 一直是节目 从未缺少的精彩 一路由你们的支持 让我们愈赞愈勇 地面上一场 我感觉到 娱乐刷打牌活着的味道 每一次活动 每一次精彩 我都希望参与其中 无论男女老嫂 我们全是生活来欢乐 做娱乐刷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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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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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夏天让你足不出户 在家就能做出星级美味 十全十美酒店美食季 星级酒店大厨与你相约 手把手教你在家 DIY美食佳肴 就在每晚21年20分 十全十美 哈喽 欢迎各位来到 十全十美酒店美食季 今天我们来到的 依旧是重庆万豪酒店 我们请到的是 万豪酒店的中厨行政总厨 我们的梁厨 你好 你好 梁清云 梁厨 重庆万豪酒店中餐厅行政总厨 从业20余年 厨艺精湛 在粤菜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今天带来一道就是很普通的材料 就是四容锡 也叫番茄 用番茄来做一道菜 对 那我们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呢 我们这个菜叫 芝士菊鲜茄 芝士菊鲜茄 这个不是茄子 而是这个番茄的茄 鲜茄 新鲜的番茄 芝士菊鲜茄所需的食材 新鲜的番茄 芝士粉 糯米纸 砂糖 面包糠 卡布酱 炼乳 一听食材就知道 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道菜 到底梁厨是怎么制作的呢 番茄的处理方式 洗干净就完了 也不用去皮 洗干净就不用去皮 我们去头尾 也要把它切成小片 好的 一片一片的 切成片 对 就是均匀的片 你说太薄也不是 因为你要最后要成丁 对吧 对 这个片还是要有点肉感的那种片 就这种片 差不多是那个 一片一片的小番茄 五毫米 以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材料 芝士 芝士粉 芝士粉 芝士有很多种 选择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选择芝士粉 我们就用个 卡夫的芝士粉 要用这个番茄 就是放到里边 我们就拿过来 养上 两面 两面 养上这个 那放到哪里 然后呢 要拿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糯米籽 糯米籽是什么东西啊 糯米做的籽 糯米做的籽 这吃起来 就是这个籽很薄很薄的 嗯 糯米籽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 用这个地方包了 就一片吗 一片 一片 一件就一片 我先包了起来 一块一块的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重复 然后就是把这个 切成片的番茄 蘸两面 完全裹上这个芝士粉 然后包在糯米籽里边 包起来呢 以后 啊 我们像那个 用鸡蛋 像的蛋浆 也要裹这个面包糠 才能裹上面面包糠 要炸吗 在油锅里边 等会炸 就是金黄 好 这个鸡蛋咱们只要了蛋黄 就要鸡蛋黄 鸡蛋黄有粘度够大一点 所以能够粘得住那个面包糠 等会塞不住 我觉得我需要跟大家翻译一下 大厨说的是鸡蛋黄有粘性 对 可以粘住这个面包糠 另外鸡蛋黄本来也是炸出来 金黄刺嘛 对 对吧 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包好的 包好的纸 先切 以后放到里边 好 在面包糠 以后放到面包糠里边 给它裹住 裹住 裹上一层面包糠 裹上面包糠 就放在旁边 就放在旁边 备用 备用 以后我们现在开油窝 好嘞 炸至金黄就可以 对 那这个油温的控制呢 油温控制在100度左右 不能高温度 如果你不懂 在家里面不懂得看油温 你会拿一点点小的面包糠 试一下 试一下油温 放下去 怎么试 你看 它没有起来就只有温不到 一放下去那个 它马上就会从下 对对对 穿到那个表面来 就是油温达到了 油温达到了 现在我们油温引导 可以放下去炸了 的程度了 对 就是它下去也不会 噼啪啪啪的太厉害 这样温度的油温 慢慢把它炸到金黄色 对 就不会一下就熟了 里边又没有溶到 看到它那个 有点金黄就会翻面 有点金黄就翻面 变得胖嘟嘟的 胖起来了 就是会炸到它这样 有点发泡 对 可以了 现在已经 可以了 起锅了 好 下面可以垫一下厨房纸巾 把多余的油 吸掉 吸掉 哇 胖嘟嘟的 像炸鱼排似的 对 里边竟然是西红翅 以后我们就 已经炸好了 以后就给了个 卡夫这样 哦 弄到很细这样 哦 好好看 是不是很有食欲的 是的 你看装盘完成 又变成了一个 特别漂亮的一幅画了 五星大厨带来的 色形味俱佳的 创意知识 菊仙切是不是很简单呢 只要用心做美食 简单的食材 也能做出 高大上的酒店味道 等候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试吃了 我感激活 爆炸 它外面是那种 特别酥脆的表皮 吃起来酥酥的 然后一咬下去之后 番茄的那个汁水就出来了 再加上浓郁的那个汁势味 对 口感很有层次 而且吃起来特别香甜 酸酸甜甜的 我觉得特别是 电视间的妈妈们 小孩子挑食 这道菜小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都喜欢 都喜欢老少咸鱼 对吧 没错 那今天谢谢我们的梁厨 给我们带来这道 知识菊仙茄 同样也要谢谢我们的万豪酒店提供的场地支持 下一期 十全十美的酒店美食季 我们再见咯 拜拜 今天在阿瓦山寨吃了一顿美味实惠的正宗香菜 在大厨教做菜板块 跟着万豪酒店大厨做了一道老少鸡仪的创意甜品 十全十美还有什么样的美味体验呢 明天咱们精彩继续 咱们